10比8 中華隊2分領先 中華隊搶攻 好 中華隊搶攻 中華隊贏了 桌球小帳陳建安和隊友 莊之源發揮絕佳默契 一屆漂亮接球殺球 成功在世界桌球錦標賽 為台灣奪下首面金牌 笑起來很靦腆 單眼皮的陳建安拿起桌球拍 卻是殺氣十足 儘管有先天性扁平足 但憑藉著天賦和後天的毅力與堅持 讓他在桌球場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過程是一定很辛苦 然後困難是一定也很多的 但是就是你一定要犧牲的比別人多 當然會比別人付出的多 收穫就是一定會比別人多 他的桌球天分 我從教他一年以後我就已經發現 他本身的實力 基礎 還有他比賽 對比賽追求勝利的那個欲望 是非常強烈的 凱旋快樂的他 不僅受到民眾熱烈歡迎 也有小小球迷拿著家庭聯絡簿簽名 邱縣長和張副縣長也特別獻上鮮花 贈送匾額 期待陳建安繼續在桌球體壇上 發光發熱 各位國爭光 對 為中華民國爭光 對 我們生長在新竹縣 當然我們的根就在新竹縣 邱縣長滿支持所有的運動跟建設 市政滿意度我們都相當的滿意 新竹縣絕對是我們的最愛的最愛 奇怪 喔 現實很平衡 這麼北部才會這樣 實在是 不簡單 不簡單 堅韌的鬥智 自律的性格 謙虛的個性 陳建安笑著說 放眼未來 他將不斷挑戰自我 繼續為國爭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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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